可以把王先生的高血压 和刚才小张的血压 给他做一个对比 他有一个共性 都是血压特别高 一个180 一个186 高压 那么第一压呢 王先生的比小张的还要高得多 140 所以他的血压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这种血压谁见了谁害怕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控制不住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什么叫恶性高血压 就是血压高到180 190 200以上 这样的血压叫恶性高血压 那么像王先生这一种呢 就吃三种或者三种以上的 抗高血压药 而且连续治疗一个月 还维持不到正常水平 我们把这种血压 叫难治性高血压 这么直白吗 就叫难治性高血压 不明思义 他这个血压就是不好控制 有时候非常这个给医生出难题 这一次来了 给你调调药 治不住 下一次又来了又调不住 那既然都叫难治性高血压了 是不是这病就没法治了呀 不管是恶性高血压 不管是难治性高血压 我们只要找到引起高血压的真正原因 并针对他的病因进行治疗 一般情况下 完全可以把他的血压 控制在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 那王叔叔也是因为 温度脉狭窄所引起来的难治性的高血压吗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给王毅出一道题吧 又考我 这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管 如果你想把它变狭窄了 你有什么办法 很简单 我在外面加上外力 我捏它 抓它 对对 就几扁了 它自然就窄了嘛 好 还有什么办法吗 还有什么办法吗 就像下水道堵了一样 我往里头扔东西 所以上那个卫生纸就变窄了 王毅非常聪明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变狭窄 现在我们把这两根管子 想象成深度脉 那么这个用夹子夹的 这个透明管 就是先天性的深度脉狭窄 这是小张的那种情况 对 小张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一种呢 塞橡皮泥这一种 就相当于我们的动脉里面 长斑块了 叫动脉阴化斑块造成的狭窄 就是刚才王先生这种情况 原来病因也都出在深度脉上 只不过狭窄的原因不一样 那是里面长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对 长的是动脉 动脉阴化斑块 王叔那得看一看您这动脉斑块 是怎么样形成的 好 这里有一段动画 对 有一个动画 我们了解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血管受损伤了 然后低密度脂蛋白 进到血管内膜下 然后这是一个巨式续胞 它喜欢吃一些油腻的食物 把这些小的低密度脂蛋白吞噬了 它自己也变成了泡沫细胞 泡沫细胞的大量堆积 最终就形成了硬化斑块 最终堵塞血管 就是不好的一些挡固醇 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内壁上了 然后慢慢就形成了一个互相战争的战场 没人清扫这个战场 就形成了这样的斑块 斑块的形成 其实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 你比如说高血压 高血脂 大量的抽烟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当时王先生肾动脉狭窄的情况 这是左肾动脉斑块 使这个肾动脉狭窄了9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它做治疗后的情况 把血管完全打开了 那您是怎么把这个病因给它解除掉的呢 王先生这种由动脉周样因化 形成的肾动脉狭窄 一般是采取支架植入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宅主任的助手李坤医生 和宅主任我们一块来演示一下 好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个真实的肾动脉支架 首先我介绍一下这种器械吧 第一个 这个是模拟什么 就是一个模拟肾动脉长了斑块 狭窄的一样 那么这个呢 是真实的肾动脉支架输送系统 我们看这上面是一个金属的支架 这是一个球囊 这个球囊上面呢 就预装了一个支架 看到了吗 金属的 这个金属发亮的 这就是导丝 非常细的导丝 只有0.3毫米的直径 好软呀 你看 对 很软 因为血管嘛 如果硬的话 它对血管会造成损伤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压力表 就是给球囊加压的 就像打气球一样 对对对 是球囊充分张开以后 把这个血管给它扩张开了 那么现在我就和我的助手 我们的李坤博士 和我们一起来演示 这仍然是一个微状手术 我们也叫做介入治疗 是通过大腿根部 骨动脉的穿刺入路 送进一个很细的导丝 然后导丝通过肤肚动脉 送过狭窄的肾动脉 然后沿着导丝 送入一个预装有肾动脉支架的球囊 然后给球囊架压 使这个球囊和支架同时张开 把球囊撤出 支架留在血管内 狭窄解除 手术结束 好 谢谢您 辛苦了 王叔 我听说 在做这个手术之前 好像家里人 是有不同的意见的 是的 我爱人和我女儿 他们不同意 俩人都不同意 对 俩人都不同意 这一段我得问问您的爱人 今天我们把王叔的爱人 也请到了现场 阿姨 既然咱这病因都已经找到了 而且医生说 通过这个手术 就能够把王叔高血压的事 给解决好 那您当时和闺女 怎么就不同意呢 当时是有担心 其实怕有后遗症 这是一 二了 老是觉得他家 他母亲就是有高血压 应该是遗传 不应该会有多大的事 再一个了 听别人说 得终身服药这种事 担心比较多一点 是这样了 姑娘我们俩了 就在家都给他做做 那个饲养工作 能不能不受这个痛苦 继续吃药还维持 是这样的 然后后来 家里面就那个啥 开开会说说 还开了个家庭会 最主要的是咨询呢 我老公的婶婶和她叔叔 他们两个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两个跟我们讲 你们不要多担心 应该相信科学 这家庭会议 应该是一个扩大会议 不光是有一家三口 还把这叔叔 婶婶都给召集来了 我的那个叔叔 是今年85岁了 我那个婶婶是83岁了 这个他们两个 都是那个高级知识分子 这个然后又是咱们 这个健康之路的 这个粉丝 而且是从你们这个栏目开始 就一直在坚持看 不但看还这个 这个认真地做笔记 真的呀 今天我还把她的笔记带来了 真的呀 主持人季玉华 你看健康之路 哎呦天呐 我能 哇这么后遗落呀 这是我带来了部分 这还只是一部分 对 这是从 天呐 这是从这个 一二年 就是说 从一二年开始 记得 好感动 谢谢我 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真的是 谢谢 谢谢 而且你看她 好感动 哎呦天呐 是不是瞬间觉得 每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是值得的 真的是没想到 我的天呐 记得好细啊 专家是谁 然后用的什么样的方子 用量是多少 而且红笔 黑笔 重点都完全分开 这么多年 得记了多少年 才能够 记得了这么多的笔记啊 记了大概有十来年吧 现在还一直在兼职记 哇 这真的 真的是 是观众对我们节目 所有工作人员的一种鼓励 所以就是他们两位老人家 对这些知识了解 掌握的是特别多的是吗 对 最后是叔叔跟婶婶 说服了阿姨跟您的闺女 帮助了您 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要做这个手术了 对 那做完这个手术 您觉得自己 收获多吗 非常明显 我是就是说五月初 就是四月底住了院 五月初做了手术 我的血压现在就是 控制了很好 七八十就是低癌 高压大概一般就是 110到120之间 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值 所以其实是健康之路 间接地帮助到了她 小 dir轨 我